他衝來做做的還不錯 他沒有政黨85帥啊 清心形象好 我希望有一個安定沒有戰爭的家園 苗栗非常藍 大概只有我一個人會投他吧 不信你們等會看 哈囉我是街頭有派對的宇傑 今天要做的是總統的民調大對決 分別有 國民黨的侯友宜 民眾黨的柯文哲 民進黨的賴清德 在各政黨都確定人選後 我們也迎來了環島民調 會把台灣本島的每個縣市都做完100票 所以趕快訂閱訂起來 在上一集做完偏綠的高雄後 我們環島民調的第三站 來到的是偏藍的苗栗 由於前兩屆總統都是由小英當選 全國的綠色面積本來就會比較大 但我們可以看到苗栗市區 反而是藍色的面積比較大 在我們街頭有派對指標評價為 贏過全國18.5%的激藍選區 那現在就開始民調吧 GOGO 你們好幫我投一下支持誰呢 我要支持侯友宜 為什麼支持侯友宜 因為他會好好做事的人 那他過去做的事有沒有什麼 你比較喜歡的 陳進行那個案子的 我覺得他很有擔當 那我支持柯文哲吧 其實時候是比較偏藍的 可是因為民進黨我不太喜歡他們 因為他會主動很多網軍的 就不是很喜歡 可是侯友宜他最近有很多士氣 也像前幾天的衛藥案 其實我之前還蠻喜歡他 可是最近就不是那個 可是柯文哲我覺得他就是 自始自終都是一致的 就是不會講太多官話 那有沒有喜歡他什麼樣的政績 比如像那個台北的那個社會住宅 那裡的 他就是都有蓋的還蠻不錯的 還有每天都是很務實 就是七點半就 台城會上班 我很喜歡 先開來貼在裡面 因為有錢啊 沒有錢 沒有錢 看你支持誰 為什麼是侯友宜 因為他呆呆的啦 呃 他呆呆的 呆呆的 為什麼支持呆呆的 看臉就知道呆呆的 不要考台主 要和平 要和平 統一 要和氣身材 那柯文哲呢 柯文哲 他最近去日本出狀況 為什麼 調台要讓給別人 要忠心忠義 盡忠盡職 不要白骨啦 為什麼是柯文哲 很坦白啊 有什麼事情他都會說出來 那另外兩位 對他們有什麼看法 這是賴清德 我不算他啦 我是國民黨 這個侯友宜人不錯啊 對 他做事做得很好 那為什麼會投柯文哲 不是侯友宜 侯友宜啊 已經那個 已經聲望越來越低了 加油 加油 小姐妳可以投誰 加油 我加油 我加油還是誰加油 他加油 他加油 他有沒有什麼做比較好的地方 妳欣賞 他從來做做得還不錯 為什麼 簡單講 因為他比較 比較正義 比較正義 兩位都是投侯友宜嗎 你會支持誰 我會支持 柯 為什麼是他呢 呃 理念吧 對就是 很誠實 他不會就是 在那邊 托泥帶水 現在藍綠的 那個對立實在太嚴重了 對啊 那就是說 我是站在中間選民的份上 柯文哲 我覺得他很多想法 我覺得都蠻符合我個人 對 有沒有最喜歡他什麼樣的想法 或證件 就是他蠻果斷的 做事情蠻果斷的 他就是會執行 講的跟做的就是一樣 唯一支持柯文哲 好 幫我講一下 為什麼支持柯文哲 他沒有政黨吧 我帥啊 那另外兩位呢 嗯 爛 你會支持誰 柯文哲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 白色的力量 比較中立啦 那有沒有喜歡他 什麼樣的政績 我講不出來 但是 總是覺得他的那個 思想理念 嗯 應該是 都比較符合年輕人啦 柯文哲的話 我就比較不看好他 新北市的那個 幼兒園那個 胃藥事件 他都沒有好好的處理 所以我不看好他 那賴清德 賴清德 我覺得 綠影執政太久了 應該換人做做看 你要投一下嗎 柯文哲 先這裡念 這裡念 為什麼是柯文哲 呃 會做事啊 兩個都對 疫情很關心 哦 那最後選給他的原因是 呃 我也有想選柯文哲 那賴清德 賴清德 賴清德啊 台獨分子啊 對啊是不要台獨 和平統 和平就好不要統一 我們這個是 嗯 我們是對 YouTube 叫街頭拍對 唯一支持我的賴清德 好 為什麼是賴清德 呃 我覺得他從 那個做台南市長的時候 就一直都做得很好 我很欣賞他一路的從政 然後上一次的那個 中統大選啊 我覺得他也為了民進黨做了很適度的退讓 所以我覺得這次改他了 其實我覺得柯文哲也很優秀 其實三位這個候選人 我認為都是很優秀的人啦 對 但是我比較認同民進黨的這個 台灣價值這一份 對 就這樣子 那你覺得苗栗這裡會不會很藍色 哦 苗栗非常藍 大概只有我一個人會投他吧 不信你們等會看 對 你答對了 給你看一下 這是目前苗栗的狀況 跟我們做其他縣市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就 好啦 苗栗要加油啦 不然永遠都只是這樣 謝謝 好 為什麼是賴清德 做台南市長的時候 做得比較實在 希望他 當選中之後 會 會比在台南市長市長 對不對 做得越好 行政越長也是 謝謝 我選這個 好 為什麼是柯文哲 因為他 夠硬 夠硬 順眼 順眼 兩位都柯文 那你們大概幾歲之間 嗯 六十 為什麼是侯友宜 比較我喜歡他 那你的年齡層大概是幾歲 五十 五十幾歲 好 問一下 好 為什麼是侯友宜 為什麼 好 那你年齡層大概是幾歲 五十幾歲 五十幾嗎 好 謝謝 你要哪一個 這個 好 貼一張 為什麼是柯文哲 他好啊 他跟講經過差不多 要分享對其他人的看法 這個最好 好 謝謝 那大哥 幫我貼一張 柯文哲不會湯 那另外這兩位有什麼看法 這個我就不講 不講了 好 他能夠替台北市省了一百 你扣幾百億的錢 那你覺得他夠不夠厲害 你良心摸得去嗎 他替台北市省了很多錢 對台北市民是不是很好 這兩個我都不知道了 總統會支持誰 這個 好 貼一張貼子 我希望有一個安定沒有戰爭的家園 就是這樣 因為藍綠二共不一 了解 OK 你會支持誰 我支持 這個 賴清德 賴清德嗎 好貼一張貼子 清心形象好 那對另外兩位的看法 欸 觀念不練投 你好 請問總統支持誰 賴清德 賴清德嗎 為什麼 我還是會投那個 侯友誼 為什麼 我拿我做蔡藝廠來講 好像要國民黨當選 我們這全台灣省的蔡藝廠 比較好做 因為他會開放大陸人來台灣 苗栗怎麼選國民黨 喔 他都討厭 你也是嗎 也賴清德 那你們對苗栗人一直投國民黨有什麼看法 國民黨做那麼多年 都沒有什麼用心 國民黨不會進步啦 會支持誰呢 柯文哲 為什麼是他 職員 不會做做 海北市長做得好 選賴清德怕他會宣布獨立 喔 那選侯友誼呢 選侯友誼 國民黨已經不行了 沒有人貼來我來貼 我來貼 我來貼 好為什麼是侯友誼 沒有啊 沒關係啊 我貼這邊啊 沒關係啊 可以講一下嗎 不用講啦 不用講啦 總統支持誰 我們剩最後一票了 最後一票 為什麼是賴清德 因為跟我同鄉啊 台南人嗎 對啊 那你覺得他有沒有什麼做得比較好 資深啊 對啊 過去七年民進黨做得怎麼樣 還可以啊 還可以 對啊 那侯友誼跟柯文哲 柯文哲比較好 柯文哲比較好 他是我的牌長 他是你的牌長 真的喔 假的啦 是在金門當兵的啦 我一樣是在金門當兵的 同一個師啦 284的啦 我們完成了在南苗市場的50票 接下來公佈票數 侯友誼 17票 柯文哲 20票 賴清德 13票 可以發現賴清德的票數明顯比較少 不愧是在苗栗這個民進黨很劣勢的地方 然後這兩個人我蠻意外 竟然是柯文哲贏過侯友誼一點點的 我覺得或許有可能是 有點氣保效應產生了嗎 但其實兩個還是非常接近啦 所以誰會贏也還很難說